你好 今天啊 来聊一聊这个华南啊 找西女啊 咱用这个文明的说法 就是华裔背景的男士啊 你是中国留学生也好 你是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啊 这个华人背景的 那么和西女呢 就是洋妞啊 咱们就通俗的这么说啊 呃 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吧 有网友跟我说洋妞啊 你这有点歧视啊 我就 我没有任何恶意啊 就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大家呢也通俗一懂 我就用这个说法了啊 那么 因为我之前啊 收到我一些网友的邮件啊 包括 华人的背景的女孩子啊 嫁给这个 呃 这个老外了啊 就跨族裔这种婚姻挺多 但是看起来呢 好像华人小伙啊 这个华南娶西女的 你不管是拉丁裔啊 还是纯白人呢 还是混血 还是中东裔吧 等等 好像不多啊 但是其实也有的 这事呢 到底有没有那么难啊 是不是靠谱啊 这个事儿 呃 还包括以前我收到一个华人留学生啊 都读到博士 他在他的邮件里面提过一句话说 在美国的婚恋市场当中啊 这个华人背景的男孩子 确实啊 就不不不不不友好 其实他这话说的比较婉转 就是说呢 华人小伙好像找找羊牛挺难的啊 有的你说的中国女孩子 有的时候人家有男朋友啊 或者在西方的也很受欢迎啊 因为你专门有个Yellow fever啊 专门有这种这个就是对他们的称呼 很多白男啊 要找亚裔 其实亚裔女孩子反而比较受欢迎 他们在美国的婚恋市场当中也是呃 就是比较容易啊 但是华男呢 好像看起来整相反啊 所以就想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呢 之前啊 在社交媒体上看 看过一个帖子啊 我先拿这个说 就是一个羊牛啊 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遇到这么一件事 他说呢 我怎么知道一个中国男人是不是喜欢我 呃 在工作当中认识他之后呢 他经常向我通报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健康状况 通过微信发送各种各样的照片 有的时候呢 还会发起这个语音的对话 呃 问我生活的每天的一些细节啊 同时想给喜欢给我讲故事等等 我不知道他用这种方式是想啊 这个进一步更深层的 使我们的关系呢 更进一步还是说他对其他的中国女孩子也这样 我知道中国男人都很有善和礼貌 这让我怀疑他是想表现友好还是想要的更多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表达他们想说的那种感受 而是通过这些啊这个细节的举动啊 这些行动来表达这是一种暗示吗 是不是暗示他喜欢我 我最近啊跟他的一些多次接触之后呢 我觉得也还挺喜欢他的 他也很愿意给我讲故事 似乎呢也挺有钱 他在欧洲呢上过上过学啊 读过硕士 住过五年 呃我们在上海认识 他还邀请我去外滩散步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他对我暗示的一个迹象呢 就是人家洋妞啊比较困惑啊 你要喜欢我你就直说啊 想跟我交啊 你就直说 为什么今天发个小图片啊 后天来个小表情啊 过两天又又怎么样 你进入主题 磨磨叽叽啊 搞暧昧 其实呢 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国男人的做法啊 其实有一个原因 怕拒绝 耗面子 哎呀 万一被洋妞拒绝了怎么办 啊 如果我上来一说把人吓跑了怎么办啊 由于 所以呢 我就根据这件事呢 我觉得也可以来聊聊说说 那么首先呢 呃 我要说清楚啊 呃 和洋妞这个 这个交往啊 绝对不是我在海滩上那种方式啊 就是说你有两种啊 我知道有两种 一个呢 是严肃靠谱的啊 想交往啊 这个未来可能进一步的发展恋爱啊 甚至结婚啊 认真严肃的这个态度的 还有呢 是一种猎奇心理 想玩玩啊 我想开开洋婚 没没没开过洋婚 哎 好奇心 坏小子 那种事呢 我就不说了 我就说从这个严肃靠谱的这个角度来说啊 那种事 你有的是办法 那不用我提啊 我觉得呢 就是如果严肃认真的态度啊 在海外啊 美国 咱就以美国为例吧 找洋妞呢 有几个背景啊 首先呢 你的目的啊 要单纯 直接啊 你就是很严肃认真的态度的这种啊 但是呢 你也不能负担太重啊 呃 不要有任何的企图心 因为呢 就如果说你是因为身份啊 或者说其他的目的 你如果有企图心的话 这个成功率非常低啊 而且呢 很难啊 但是 华女和 这个 呃 这个这个老外啊 这个到 有的时候倒不一定啊 是这种理解 但是女性呢 她内心更敏感啊 那么华人背景的 在美国啊 有一些优势 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个呢 就是在婚恋 是在洋妞的这种 印象和感觉当中啊 其实他们也在 传播分享 他们的经验啊 就是华人呢 有钱 收入高 对女人大方 舍得给女友和太太花钱 这是在啊 一些就是 就是常年这种相亲吧 咱说相亲啊 这种婚恋市场上的女子 女孩子 杨妞如果说 她想跟你接触的话 基本上 她大概有一个概念 就觉得啊 这个压抑的啊 有钱啊 对太太好啊 对女人呢 也比较贴心啊 舍得花钱啊 这类的 还有一个优势 其实呢 是这几年比较明显的 就是寒流 压抑背景的 其实 这个从人来说啊 每个人都有这种 呃 木墙啊 就羡慕啊 强势的一方 仰慕啊 强势的一方的这种心态啊 你说这个老外找华人女子 其实她是有西方的这种文化啊 娱乐文化也好 是西方的这种 呃 这个这个经济背景也好吧 那么其实呢 现在呢 现在在亚裔当中的这个寒流 啊 KPOP 呃 KPOP啊 这个呢 是比较 有帮助的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说呢 一般啊 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和都会区 大家有一批女孩子比较喜欢 啊 她她是有这种角度的 就像咱们看 比如说看这个美国的电影啊 大片啊 就会喜欢某个女主角啊 男主角啊 那么西方的女孩子 美国女孩子也是一样啊 其实这个喜欢亚裔的 在欧洲其实更多啊 就是美国还是略微差点 在欧洲更多啊 就欧洲的洋妞啊 那么 那么这个亚裔文化啊 对这个华人背景的男士呢 是有加分的啊 那么烈士呢 也是比较明显 烈士的原因呢 就是有的时候 你和这个洋妞接触啊 他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感觉啊 有一些不稳定感 同时呢 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中国 他们对中国的认知 对社会和政治 社会制度的背景 需要包容啊 这个需要包容 有的时候甚至他们会啊 有一些比较激进的 跟你的这个说法啊 但是你如果说呢 这种东西并不妨碍 你可以求同存异啊 但是前提条件呢 不要有中间地带啊 就直接上啊 就就不不 不要像这个 杨妞写的这个帖子 哎呀 他都给我发这个 发那个 他啥意思 你就直接上啊 一般来说呢 认识杨妞呢 就两种方法 一个是网上约会啊 有各种约会转件 第二一个呢 就线下实景 工作生活当中啊 碰到的 那么约会转件呢 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一些 相约会转件呢 它的这个机会多啊 选择的多啊 你可以选择很多的这个人家注册的女性用户啊 你可以给她发起对话啊 跟她这个接触啊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这个种族啊 第一个呢 是白人啊 第二个呢 是拉丁裔 第三个非洲裔 第四混血 第五中东裔和亚太裔啊 其实这里面啊 你如果说 从这个 这个中国小伙啊 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白人吧 就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容易 35岁啊 就以后就衰老的比较快 而且你在上面如果找到那些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比如说你找个289的 找个30的 对吧 你一见面有的时候真的 就是他已经比你显得很成熟啊 甚至30多的已经很显老的 这是有的 但是拉丁也好 非洲也好 白人也好 他们有一个优点 他们也修徒 但是修的不那么过分 你如果约一个亚裔的 什么越南裔的呀 什么什么韩国裔的呀 或者是这个这个亚裔背景的 有的时候吧 你一见面 你又吓一跳 我天哪 照片上一个美女 见面来了个猴啊 那不是一个物种 哎呀 我修的很过分 那个 我天哪 对面作为猴子 照片不是那人呢 这修的也太过分了 是有这种 所以呢 你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啊 当然也可以广撒网啊 但是我说的是严肃态度啊 这不是说约人瞎玩啊 还有呢就中东裔和拉丁裔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华人背景的男孩子啊 白人也可以啊 就是说呢 中东裔啊 他比较这个保持啊 年轻的身体状态 他可以跟你同步变老 这个是他的种族优势啊 就是他不会像白人啊 就是3035就开始断牙式衰老啊 这真真的是 你要是40多岁了 你跟他真的差 可能会是两代人啊 在别人外人眼里啊 但是拉丁裔和中东裔好一些 非洲裔也不错啊 非洲裔呢 有的很漂亮的非洲裔 非常漂亮啊 我就见过非常漂亮的非洲裔啊 所以呢 这个你选择和哪些人约会见面的 当然是您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只是说啊 这几类人他们大概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啊 那么在线下见面的时候 约会见面啊 如果通过网上啊 约会见面的话呢 呃一般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 因为大家目的明确 你约我见面就是来交友 那first date咱们就来约会的 行不行 这一次咱们就决定了 看出来能可以第二次 那说明还有息 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太好啊 那就不会有第二次 所以呢 第一次约会见面呢 就是第一眼 他是看上你 还是说没看上你 或者你又没有看上他 你自己就心里有数了 你第一眼 你第一次来一见面 你就觉得 哎呦真 哎呦挺好啊 跟照片上那个人差不多 或者比照片还漂亮啊 那他可能不上相 但是你看本人 气质状态 那个挺挺漂亮的 杨妞呢 是他的五官呢 立体啊 比较吸引人啊 就是说从感觉上 可能就是你 你更 更会打动啊 但是第一次见面呢 一定要A一致啊 千万你别大包大栏 我我接账啊 你别打鼓 你这劲儿都算我的 您甭来那套啊 A一致 各副各的啊 第一次约会见面呢 就聊一点感觉 然后呢 用一些舒适轻松的话题 就可以 看看两个人的气场 合不合 而且呢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中国小伙儿 其实你应该显得更有一些主导性 在气场上 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你更有一些气场的主导性啊 你要有一些主导性 嗯 因为呢 你要有一种 这个雄性的侵略感 那你要有一些侵略性 但是这个尺度呢 你要自己去拿捏啊 整个这些事的前提背景 只有一个 你必须得英文 得过关 口音不是问题啊 英文你得行 英文呢 当然也不是说你 怎么说呢 起码你能跟人正常交流 你能跟人正常交流 然后呢 你有口音都没关系啊 但是你别英文太差 可能人家聊几句 你可能真的接不上来呢 就有点太费劲了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英文啊 当然这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啊 当然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也不怕啊 就就当练习了 练英语了 他跟你聊 其实这个东西呢 也是需要练习的啊 所以这是第一次约会见面 第一次约会见面 如果你有感觉觉得不错 他也不拒绝 你看他也啊 呼应挺乐观 开朗挺开心的 一定要进行肢体动作 肢体动作呢 就是拥抱 甚至轻轻的接吻 别犹豫啊 第一回见面就可以干这事了 就是跟杨妞啊 在一块 杨妞呢 比较简单 你千万别兜圈子 不要那个搞暧昧 你看我一眼 我给你送个秋波 别弄那事啊 直接就 就摟过来啊 就就就 要要下手 要文准很 要快啊 那么如果他 第一次约会完啊 就及时发信息啊 问问今天怎么样啊 到家没到家呀 开心不开心呢 然后呢 每天问候一下 然后尽快约 下次见面的时间 不用 那么着急 但是如果说第二次 他也很乐于啊 跟你接触第二次的话呢 说明他还挺接受你的 但是这里面有个细节 就是说他第一次跟你约会完之后吧 你如果发信息 他总断断续续的啊 没有及时的回你 这个呢 可能在他心里呢 你不是那么 这个优势的一个选择对象 或者呢 他应该是跟同时的其他人也在交往啊 所以呢 你可能是一个候选者 当然也许这杨妞对你来说也是个候选者啊 你可能还还跟其他人也约着呢啊 所以呢 你要知道啊 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第二次如果非常好的 也进入了 呃 聊天说话也非常的愉悦 那么第二次呢 就其实可以更亲热 啊 更亲热 但是不一定非得去 这个回回家啊 不一定非得去 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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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你的公寓啊 或者回他家 都不一定这样 但是呢 一定要显得已经亲热了 已经开始亲热了 那么如果是可以更进一步的话 他会同意的啊 就是说这个 他是比较快的 这个事啊 别犹豫豫的啊 要快 因为呢 你要知道他们 就是说跟你 就是这个发生亲热关系了 也不代表啊 就就就就 跟你就定了 跟你定了 也不代表人家要跟你结婚啊 你所以这个东西跟 中世的那种思维理解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节奏怎么把握啊 这个这个事情怎么推进 一直都要尽量挨制啊 千万别大包大揽 如果呢 发生几次啊 亲密举动以后啊 大家都觉得合适 也不要急于同居啊 你因为你着急搬在一块 把他弄你这来 往这一注 请神容易送神难 有的时候吧 不大好把他 不大好让他走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 要要要要要要注意啊 那么后面呢 如果您已经有 到我说的这一步了 那后面就是你们自己事了 那就不用咱交了啊 就是刚开始开门呢 可能有点难啊 这个节奏怎么把握呀 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有点 大家有点困惑 还有呢 就是不敢上啊 有一些华人小伙子不敢上 留学生的不敢上啊 那么给一些建议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话题呢 要有边界 再有一个呢 在你们两个在一起的 节奏当中呢 你要占主导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跟他族裔不同的人 女性都有这种木强的心理 你可以表现出一点点的 雄性的侵略文化 但是呢 让他呢 形成对你的依赖 你不要迁就他 要让他对你形成一些依赖感 但是你也不要跨了边界 跨了边界就是什么呢 不要太体贴 华南呢 华人小伙子啊 最就是擅长的干的事呢 就是体贴 哎呀 我今天给你弄个这个呢 弄个呢 对中国姑娘管用 对杨牛不管用这招 不要用这招啊 不要对他太体贴 就各国各的 各A制 该A制就A制啊 还有呢 你要在饮食上 这个东西是要遣就它 你不要吃那些异味比较严重的食品 东西 哎呀 我今天带你去吃个柳杆点 明天带你喝完羊汤 那完蛋了 哎 人家今天就吃这个沙拉 你就得沙拉啊 然后呢 素食呢 也比较多啊 他们就是这种素食比较多啊 那么我自己呢 觉得拉丁裔和中东裔是华人小伙儿 可以倾向于选择的 中东裔呢 也并不是所有都有那个信仰的 有的玩的也很嗨的啊 拉丁裔呢 其实拉丁裔有很多呢 他并不是大家认为的那么这个这么open的啊 他有的很多的是很顾家啊 很就是很像中国女孩 这个这个传统中国女性的那种都有啊 我有朋友 他那老婆就是哥伦比亚人 我天哪 那我都没见过 那好家伙 那就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啊 那么这个包容啊 观点包容啊 观点少谈政治啊 可以谈自己的爱好啊 政治 政治形象这些东西呢 可以不谈少谈啊 那么观点要尽量多的包容 还有呢 这些羊妞呢 会有这个体温啊 会有体味啊 身上的味道 有的呢 毛孔啊 有点粗啊 然后白白人女性呢 容易显老啊 所以呢 你看看啊 你自己的感觉啊 所以呢 这个如果 三次啊 如果他第一次跟你见面 第二次又跟你约会 都第三次约会了 你们俩还没进行到 那个最亲密的那个环节的话 没有性体验吧 他就这么说 这个基本上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啊 太耽误时间了 他不会那什么的啊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非常客气的啊 非常的 看起来有点虚啊 跟你客气 还有呢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呢 这个说的那些话 你不要认为 他就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啊 他可能赞美你 表扬你 夸你 但是呢 也是出于礼貌啊 他并不是真的 哎呀 就就觉得 这个 你要给个打打折扣啊 这块你要想明白啊 并不是人家就 就就就 真是那么那么想的啊 这是他们有一点点的 虚伪的东西啊 呃 但是呢 我这个想到哪说哪啊 这个性体验很重要啊 这个性体验很重要 这个 呃 因为有一种传说啊 哎呀 这个洋妞啊 咱们这个 中国男人呢 或者华人呢 搞不定啊 形号不对 有这么说的 那是胡扯 那是胡扯啊 那是假的 别信啊 一样 没有不行的啊 所以呢 这个要知道一下啊 那么选择地区呢 就是东西海岸 那都会区比较合适啊 呃 移民多的 移民包容力强的这些地区呢 你找洋妞是有机会的啊 呃 还有呢 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呃 另外我刚才说这个 不要着急同居这事啊 也是一样 还有AA制啊 也要划分好 呃 另外呢 有什么问题 就直话直接说啊 千万别绕来绕去啊 千万不要搞那个 你猜我怎么想 女孩的心思 你别猜就不要搞那个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啊 不要浪费时间 他们没他们也没那根弦啊 去琢磨你你是怎么个说法的啊 同时呢 呃 也不要用过多的这种所谓的东方文化呀 中国的传统文化呀 美食呀 什么这个中国有红灯笼 甭扯那个啊 他没兴趣 你甭看那些觉得他们有没没没兴趣啊 所以我觉得呢 你如果是严肃认真的这种态度就大胆的上 该下手下手啊 不行就该分手分手 但是注意安全保护措施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很莽撞的不采取保护措施啊 就直接亲热的话 对方是不能接受的 他会觉得 这是过界的行为啊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我也只是说个皮毛啊 这个有经验的朋友呢 也可以留言分享 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